第一步是加入我们的橄榄油 热锅 把蛋打散之后 倒入我们的锅中 炒到半熟的状态 另外把它倒起来 接下来再加入我们的橄榄油 热锅 洋葱 蒜头 小茴香去爆香 爆香完之后呢 加入我们的櫛瓜 青花菜 红黄甜椒 蔬菜的香味炒出来之后 加入我们的蛋跟白饭 调味 炒饭的过程中呢 火候一定要够 不然饭会炒不香 接下来加入我们新鲜的迷迭香 做最后的调味 衬托我们炒饭的香气 盛盘之后 撒上我们的松子 这样就完成我们一道香草松子炒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